借坛相依 平民视角 美国热搜 让你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 Hello everyone 我是DadeTainTain 华尔西日报的一篇报道总结说 中国政府多次利用外国企业 在中国的投资和商业利益作为杠杆 对其他国家的政治进行影响 埃隆马斯克购买推特 这一全球性社交平台 同样引发了很多媒体同样的关注 美国热搜收集了 逐流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 和推特的一些网友的评论 让我们先从华尔街日报的推文看起 他们的推文写道 特斯拉与中国的商业联系 引发了捷克·贝佐斯的一条推文 员工对此表示担忧 贝佐斯就是亚马逊的前CEO 当然他也是华盛顿邮报的主要投资人 让我们先看看他的推文 这个问题很有趣 中国政府是不是刚刚在城市广场上 获得了一点影响力 那么贝佐斯在推文中说的城市广场 是因为马斯克在解释购买推特的意图时说 他要把推特改变成一个城市的广场 是一个言论自由表达的地方 贝佐斯的意思是说 一旦马斯克收购成功 中国就可能通过特斯拉来影响推特的运作 贝佐斯同时转发了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 富财德的一条推文 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他的推文内容是这样的 一切很明显列证 一 特斯拉2021年的第二大市场是中国 这仅次于美国 二 中国电池制造商是特斯拉电动汽车的主要供应商 三 在2009年 中国禁止推特之后 中国政府堆盖平台 几乎没有影响力 这 可能刚刚发生了改变 那么贝佐斯继续发推文说 对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也许不会发生 事情的结果更应该重视 特斯拉和中国政府的复杂关系 这一点比关注推特的言论审查 更重要的多 但我们将拭目以待 马斯克非常擅长驾驭这种复杂性 那么推特网友看到贝佐斯的推文之后 有那些想法呢 就看到这位网友回复他说 这是你吗 之后这位网友就转发了路透社 Riders的特别报道 题目是 亚马逊 Amazon与中国的宣传部门合作 那么这篇报道主要提到的内容是 习近平主席的治国李正等著作 在亚马逊上售卖时 应中国政府的要求 亚马逊关闭了这些书的评论功能 这位网友的意思是 贝佐斯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纽约时报调查记者 傅才德 接着发了一条推文 我的前同事Lisa Lin写了一篇 历史上关于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施压的报道 尤其在 埃隆马斯克准备控制推特的时候 面临中国共产党的压力 他有没有勇气顶住他 傅才德说的前同事 就是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Lisa Lin 他以贝佐斯的推文作为影子 我们从他的长推文看看这篇报道的内容 万豪国际 达美航空 H&M ZARA 当谈到 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时 中国成为房间里的大象的原因有很多 为什么这很重要 那么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是说 虽然有一个问题很明显 但是因为过于复杂或者过于麻烦 没有人想去理他 我们看到中国在过去几次 如何利用其巨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杠杆 让外国公司与其政治目标保持一致 西藏 台湾 和新疆 都是热电话题 这些外国公司几乎总是让步 三年前 在一份网上问卷将西藏 台湾 香港 和澳门 列为国家 而不是中国的部分地区后 万豪向北京道歉 截至2022年3月 万豪目前在大中华区拥有448家酒店 预计今年将再开设50家酒店 冒犯中国似乎对该公司构成了持续的威胁 有报道称 2021年11月 万豪以政治中立为由 拒绝了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其酒店举行会议 谁能忘记美国航空公司 他们在中国的要求下更改了台湾的国家标签 航空公司现在将台湾列为机场或城市 由于决定停止从中国新疆地区采购 Asnip这个国际品牌实际上已经被从中国互联网上删除 有了特斯拉 中国对马斯克有很大的影响力 上海是特斯拉最大的工厂所在地 中国创造了特斯拉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 2021年约为138亿美元 该汽车制造商还计划建立一个设计中心 其在大中华区拥有30个汽车展厅 最近在上海封城表明 特斯拉非常依赖中国的善意 上海指定了666家公司可以在封城中开工复产 承诺帮助应对物流和其他挑战 特斯拉是这一努力的典范 其200家供应商被列入白名单 甚至马斯克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应被忽视 他曾公开称赞中国并曾说过 从长远来看 中国将是我们最大的市场 无论是我们生产最多的汽车 还是我们拥有最多的客户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们对推特感到担忧 可以看到在推特上 与中国有关的虚假信息活动有所增加 自新冠爆发以来 推特已经成为许多中国官方发言人和大使们 宣传中国世界观的地方 当你与硅谷的人交谈时 许多人认为推特是一些国家操控舆论的阵地 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 因此 推特在2019年首先引入官方媒体标签 禁止官方媒体和政治广告 推特也一直在积极开展 清除中国政府影响的活动 自2019年8月以来 推特已经识别 并删除了数十万个被中国政府用来推销自己 对新疆香港的进行虚假叙述的假账号 双丝实验室的CEO TTKat说 在推特平台上 由中国政府支持外的宣传活动 一直是一个问题 以前这是推特的问题 现在也将成为马斯克的问题 这一次 特斯拉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 将有更多的杠杆 可供北京来发挥作用 那么推特网友看到Lislin这个系列推之后 有哪些想法呢 首先由这位网友分享他们自己的观点 市场经济应该摆脱道德说教 目标是利润 因此这位者既接受高尚的国王 也接受无情的独裁者 那就接受吧 自由市场经济不应传播民主 自由市场不应该促进任何东西 除了最大限度的做大蛋糕 还有这位网友分享他们自己的看法 这听起来真的是特斯拉该担心的理由 尽管特斯拉不是在中国挑起民主之战 并且推特在中国也是被禁止的 但令人担忧的是 中国政府会因为特斯拉在推特上的关系 而与其在民主问题上展开斗争 还有这位网友分享他们的看法 特斯拉FSD软件和针对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使其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产品 为了快速增长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特斯拉和中国将携手合作 还有这位网友分享他们的观点 尽管亚马逊在中国有很大的业务 但华士顿邮报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事实就是如此 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站站长强纳森也就这篇报道发推文说 埃隆马斯克此举正值北京方面扩大其在推特上的影响力 同时他也依赖北京方面的善意来确保特斯拉的前景 中国是特斯拉的一个关键市场 也是特斯拉最大工厂的所在地 马斯克对北京赞不绝口 他的推文借着说 上海的新冠疫情显示出特斯拉对中国官员的依赖 随着上海大片地区关闭 特斯拉是当地政府制定重启生产的企业之一 华盛顿邮报传栏作家Isaac Fish 转发了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并评论说 多年来埃隆马斯克和特斯拉一直在讨好北京 甚至鼓励和支持中国的审查制度 如果你担心马斯克与北京的亲密关系 会损害推特保持言论自由的能力 那就转发吧 然后他就转发了彭博社Bloomber的报道 他们的报道中写道 当然对于大多数在华外企业来说 这些问题都不陌生 在中国消费者认知的崩溃 往往只是一场社交媒体风暴 但在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特斯拉的高科技光环和马斯克的明星影响力 可能不再足以保护他免受其他公司在那里面临的风险 该公司似乎误判了其与中国领导层的关系的强度 这一错误可能威胁到特斯拉在其第二大市场的增长前景 它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在中国的经营可能会多么令人担忧 即使对那些似乎享有所有可能优势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新闻周刊对这一话题的报道是这样的 亿万富翁 杰克·贝佐斯第一条推文 引发了一场 关于如果埃隆马斯克成功进购推特 中国对特斯拉的潜在影响力的辩论 他们的报道中还写道 中国政府在2009年屏蔽了推特 但十多年来一直在与这个社交平台争执不下 最近的原因是限制了官方新闻工作者角度的政策 如果马斯克440亿美元的竞标成功 一些人可能会把这位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 视为帮助扩大中国在西方网络影响里的完美人选 同时也看到了记者Melissa Chan发推文说 埃隆马斯克在中国有一家特斯拉工厂 正如许多中国观察人士指出的那样 他希望在中国销售更多的汽车 如果北京在维吾尔或香港维权账户等问题上 向他施压 会发生什么 或者是关于利用推特这个平台的中国虚假信息机器人呢 如果埃隆马斯克认为因为他是世界首富 如果中国政府开始在推特问题上向他施压 他就可以让中国滚蛋 他会发现中国政府囤兵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效率有多高 尽可能多的带走知识产权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效的开展联动外交 换句话说 中国不是正交汇 埃隆马斯克不能像他对美国联邦机构那样 轻易的对北京竖起终止 那么在Melissa的推文下面就看到这位网友评论道 我们会搞清楚的 埃隆马斯克有足够的钱 埋得起他的道德立场 所以我实际上是谨慎乐观的 至少比NBA或好莱坞更乐观 之后Melissa就回复他说 是的 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宇宙 有一种人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这是一个因素 BBC驻中国记者史蒂芬发长推文评论道 埃隆马斯克接受推特 他说他支持言论自由 他在hashtag中国有大量的商业利益 中国政府已经屏蔽了推特 所以埃隆马斯克对该如何对北京政府说呢 让他们解禁推特吗 会有很多人认为 埃隆马斯克和推特在hashtag中国问题上的政策 以及在国内屏蔽该平台的政府 使用该平台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华盛顿观察家的报道 腾的推文写道 贝佐斯试图击败他的长期竞争对手埃隆马斯克 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 他提及与马斯克与中国的商业关系 这失的起来 亚马逊进军中国的艰难尝试也遭到了抨击 他们的报道中写道 虽然贝佐斯可能想在他的推文中指出这一切 但与此同时 亚马逊也在寻求广泛的中国业务 据路透社Royster12月的报道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系列演讲和文章 收到负面评论后 该公司同意了中国政府的要求 停止在其中国网站上 允许客户评级和评论 这家领导店表示 亚马逊遵守中国共产党的命令是 该公司十年来为赢得北京方面的好感 以保护和发展其业务而做出更深层次努力的一部分 路透社Royster的最新报道 讲述了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反应 中国否认可能试图通过特斯拉影响推特的猜测 路透社的报道还写道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 没有理由猜测北京可能试图利用 对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影响力 来影响美国社交媒体网站推特的内容 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周一达成收购推特的协议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在周二的例行吹风会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胡锡进也是转发了贝佐斯的推文 并评论道 嗯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股东包括很多外资 不过像你这样的人称他们是中共的喉舌 那么推特网友怎么看待胡锡进的推文 这位网友分享他们自己的看法 股东不一定拥有控制权 有时 甚至没有影响力 在今年最后就看看一位推特网友分享的视频 他的推文里面写道 是中国某个国际航班机组出现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看完了视频 我们今天和这周的美国热搜Data表结束了 感谢你收看我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也可以关注 同时 要是你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想看我们一赛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on Monday 我们周一见 拜拜